全油管最快新闻,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一条会就文明交融之路的美妙画卷 西域的敦煌成为四路重镇,多元文明在这里交汇 孕育出了墨高窟的华光璀璨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到 敦煌等古城是记载历史的活化石 习主席认为文明应当在交融中抵挡心灵 他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超越文明隔阂和冲突,推动各国相互理解和尊重 习主席通过推动文化交流、教育合作等举措 加速了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之桥的行程 鲁班工坊和孔子学院等项目 在海外推广中国的职业教育和文化 让不同文明共建美好未来成为可能 中亚峰会上 中国和中亚国家展示了文明的交流与共融 彰显了东方大国的开放胸怀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